位于黑龙江城西部的大庆市 是我国著名的石油之乡 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 孕育了直爽豪迈的东北人 看似不拘小节的他们 却在猪肉的烹饪上 精雕细琢 毫不含糊 一道让人欲罢不能的锅包肉 就是最好的佐证 到底锅包肉里 藏着大庆厨师 怎样的独门绝活呢 我找到了一位 一位行家李大哥 替我答疑解惑 李龙兴是一位 拥有二十多年经验的厨师 更是研究东北菜的老行家 想要探寻 大庆老式锅包肉里的 独门绝活 找他准没错 李大哥告诉我 老式锅包肉做工复杂 选材讲究 那这第一步应该如何选材呢 咱们先买肉是吧 对对对 这个做老式的锅包肉呢 一定要把从原材料做起 这个选肉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老式的做法绝不用理己的 我们是一定要去 用这个猪的这个后丘 理己肉呢 它没有脂肪 肉脂还是非常柴的 吃起来呢 没有好的口感 但是脂肪太多了也不行啊 猪的这个后丘 它由于运动的这个猪的运动的原因 所以它的里面是瘦肉当中有肥 所以说这块肉呢 吃起来呢 才能够口感特别嫩又特别香 做咱们老式锅包肉的最好的原料 肉挑好了 李大哥却挑起了隔壁摊位的土豆 这土豆和锅包肉又有什么关系 这是咱麻地的土豆是吧 这麻皮土豆 这土豆是非常非常好 麻地土豆是什么意思 这个土豆呢是沙土地 沙土地上想说这土豆是最好的 大约得五六个吧 土豆和锅包肉到底有什么关系 李大哥卖起了关子 作为检验厨师厨艺水平的功夫菜 选材之后 刀工便是真正开始制作美味的 关键步骤 如何切肉 李大哥可有自己的一套技法 看到了吗 它是肥瘦相间的 肥瘦得特别均匀 选好的肉呢 我就开始进行刀工处理 大致呢 这个一块肉呢 大致长度呢 在五到八厘米为合适 五到八厘米 对 五到八厘米 厚度呢 厚度呢大约在半公分 也就是半厘米左右 半厘米左右的厚度 这样呢 我就把这个肉呢 分成两部分 我看您这刀 是专门切肉的刀 对 这一刀呢 是陪伴我们多年的 这种走刀的方法 我们称之为上走刀 什么意思 有下走刀和上走刀之说 从上走刀呢 更难一些 刀和手之间呢 要靠手的平衡 刀在肉里行动 还是顺着这个肉的纹理去切 这样的这个纹理更清晰 你看到肥瘦相间 猪后腿肉去皮切割 留下肥瘦相间的一方肉 适口的肉片大小 表示李大哥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刀锋上的分毫差异 会直接影响到品尝时的感受 刀背大力拍击肉片 松散肉质的同时 更方便之后的腌渍 白胡椒去除腥味后 加入盐入味 此时李大哥将先前 买好的沙地土豆端了出来 土豆与锅包肉的秘密 要揭开谜底了吗 你把那个淀粉给我取出来 这个取淀粉 不用淀粉不就完了吗 用土豆干嘛 我们东北这个土豆 取出这个淀粉才是最上乘的 这样咱们地方做这个老式锅肉 才能吃出那种老的味道和感觉 这么讲究啊 对对对 难道不是用土豆粉 给它裹了 现在这个土豆粉都太精凉了 所以说吃不吃当年那种感觉 其实这是我们传统的 老式锅肉的这种 最原始的做法 由于大庆优质的水源 和通透性高的沙制土地 使得大庆的沙地土豆 淀粉含蓝高 用磨碎再沉淀的方法 提取出的水淀粉坨 细腻洁白 粘性十足 更容易包裹住猪肉片 如此耗费心神 取得本地沙土豆淀粉 可谓称得上是 李大哥成就这道锅包肉的 独门绝活了 也正是因为这特殊的淀粉 才让大庆老式锅包肉的风味 与普通锅包肉 拉开了差距 用方才提取的淀粉和豆油 调和成脆浆糊 就可以准备炸制了 如此讲究的锅包肉 在制作的过程中 又有哪些独特的技巧呢 终于可以炸了是吗 对对对 这个呢炸的时候呢 油温特别讲究 一定油温呢 要在180度左右 180度 怎么判断油温180度 这个呢要用手试一下 用手试 已经很烤手了 这油什么 豆油 对 这个是中北大豆油 这么多油吗 对 油一定要宽一点 炸到锅包肉才好 第一遍下锅 炸的时候呢 是要定型 第一遍定型 竹片的投入六成热的油锅中 肉片在锅中翻滚 待脆浆糊牢牢锁住肉之后捞出 这还是第一遍 还有第二遍 对 还有第二遍和第三遍 炸三遍呢 对对对 炸三遍 没想到 一道老式锅包肉 竟然要经过三遍 反复炸制的反损工序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那接下来的两次复炸 又有什么要力 油温要生炸 就是220度左右 才开始下锅 那中间其实等待的过程 其实就是油温要升高一点 对对对 我们要敲打一下这个肉 敲打是不是 对对对对 敲打要把它的气泡排着 李大哥告诉我 第二遍炸制的过程中 一定要趁热 用勺子积破表面的气泡 这样不仅能够让肉片颜色 更加均匀 而且也会更容易入味 这个第三件炸一定要炸到真正的外皮真正的焦脆 然后除现这个琥珀点 肉色有变化 对对 颜色有变化 这算好 在油温接近发烟点的时候 再将肉片下锅 高温使得肉片中的水分耗尽 快速松脆表皮 肉片开始显露出金黄的色泽 不断上涨 形成深浅不一的虎破点 至此沙地虎豆淀粉在经历三次炸之后 不仅没有脱落或焦糊 反而将肉汁牢牢锁在内部 帮助猪后腿肉完成了从普通猪肉 进阶到锅包肉的完美蛻变 味道最关键的糖醋的口感 甜酸的口感非常关键 主要还是来自于醋 东北的米白醋和棉白糖 是老式锅包肉酸甜味型的主要来源 少许料酒可以去腥 更加凸显白醋的酸 淡黄色的料汁清澈 所以不会影响肉片金黄色的外观 而且还会起到诱人增香的作用 那我看整个这一套流程下来 这时间很关键 对 时间很关键 以后最关键的应该是出国的时候 烹汁要在一分钟之内完成 爆香香香蒜 姜丝的存在尤为重要 它为旧觉提供了辛辣蛋 丰富了米醋带来的酸味 这一部所使用的技巧被称为干烹 也是锅包肉保持酥脆的关键 酸甜汁水在高温的油锅中迅速的雾化 并在翻炒的过程中均匀酌味 哎呦 锅包肉这形成出来了 如此耗费时间的锅包肉 一定要和家人一起分享 好 谢谢 谢谢 我也尝尝 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 真好 酥不酥 可酥了 外酱里嫩 这个才是正宗的锅包肉是吧 对对 正宗传统的老式锅包肉 外酥里嫩 对 而且先是酸的口味 然后再是甜的口味 最后才是肉香 哇 不酥 李大哥用自己的独门绝活 本地沙地土豆和猪后腿肉完美结合 烹饪出了外酥里嫩的大庆老式锅包肉 为猪肉在风味的江湖中增加了一抹独特的口味